农历七月台湾格举佛学院华联中心 全职委是孝清月 在农历的七月十七号这一天 也举办了阿弥陀佛超建法会 普渡丸的共品生活物资 在当天下午也发放了300份的爱心物资 捐赠给华联地区的弱势家庭成员 祈愿名养两立共赞功德 信奉农历七月孝清月 台湾格举佛学院华联中心 8月14号上午举办2022孝清报恩 阿弥陀佛超度大法会 阿弥陀佛观尽天皆宇宙无量无边国土佛土 知己皆不圆满 而为了皆引宇宙一切无量无边众生离苦得乐 脱离六道轮回永断生死所舍 只有善没有恶 只有好没有坏的永恒光明圆满世界 千来为地球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之处 今天是农年七月 就是一个普渡的一个月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习俗 在共同举办 就是主要是超度的法会 也就是普渡 然后就是要报三宝的恩 报亲 报父母的恩 然后报人民的恩 报国土的恩 就是这样的一个报恩的一个吉祥的日子 那今天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吉祥的一个机会 日子来 共同举办 也就是说 庄长跟弦教共同的举办 一个阿弥陀佛的超度的一个法会 然后能够就是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法会来 所有的祖先们 王子们能够得到阿弥陀佛三宝的一个加持 生育余的加持 然后就是消除他们的伤苦 或者是中医生的这些消除 平息他们的痛苦 证得三宝的阿弥陀佛三宝的生育余的加持 来 净土里面 早日解脱脱离轮回 再来就是 活者们能够消除他们内外的嚣张 就是内外的障碍 也就是得到三宝的阿弥陀佛的加持 能够残疏无病 能够熟悉的破理三宝的轮回的祝福 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热心来 今天透过这样的修法 非常的殊胜 阿弥陀佛 法艺师傅表示 这是台湾格局佛学院 跨领中心办理 2022孝亲报恩 阿弥陀佛超度大法会之后 发放300份爱心物资给 花脸第七弱势家庭成员 包括简香公所 玉璃听主教 玉璃安德取师中心 花脸云住民儿童之家 花脸善目儿童之家 花脸善目中心 小太阳学堂 先兴慈善关怀 脚儿供应爱心协会等等 企业名养两立 共产功德 记得专门 接下来 辉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